以色列军队彻夜空袭加萨中部纽瑟拉特难民营的联合国贾乌尼预备南校和两栋民宅 造成至少34人死亡 其中包括19名妇孺 联合国官员表示 死者中还有6名联合国工作人员 救援队人在现场搜寻更多潜在受害者 联合国贾乌尼预备南校主要为加萨5000多名流离失所的平民提供庇护 自战争开始以来 这所学校已经被袭击了5次 以色列以加萨的学校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利用为由 而经常轰炸学校 当局政府指出 纽瑟拉特有超过25万人居住 仅该营地的18所学校或庇护所以被炸毁 根据战争规则 攻击民用设施可能构成战争罪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立即停火 但以色列持续11个月不断猛攻 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丧生 受伤人数超过9万5千人 中央社综合报道 我们下定了 你从这段时间里有并不赞 也没看见 我想到这段时间里 这段时间里有 我们下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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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下定了